Hello, 歡迎大家又來到松州和松他的Channel 今天由于岸和松太去旅行 所以背景是酒店房 所以大家先將就一下 但今天有幾宗重要的新聞 要和大家討論一下 第一宗是一宗比較傷心的新聞 其實我也不想在旅行的時候說這麼傷心的事 但無奈這宗事件真的頗為轟動 話說英國大概星期一的時間 星期一早上11點多 在Liverpool附近一個海邊的村子叫做Southport 這個村子那一天有一間舞蹈學校 舉辦了一個活動 有很多那間舞蹈學校的學員和家長的人 去參加的一個活動 那個活動裏面 那些學員很多都很小 那當然只有七歲、八歲 差不多的年紀 突然之間在這個11點多的時份 警察接報說有小朋友被刀插傷 甚至是插死了 那當時剛剛一開始講的時間 就只有一個小朋友被刀鎖傷而身亡 其餘的十幾個就是重傷危殆 以及送去醫院搶救 那沒多久在昨天的時份 就有第二個死者出現了 好像很快 第一和第二個隔得很短時間 然後今天在我們講的這宗新聞時間 剛剛又死多一個 那現在總共有三個死者 那這三個死者分別是六歲、七歲和九歲 都是妹妹來的 就是三個很可愛的小妹妹 那就無緣無故離開了人世 那據說呢 根據傳媒的報導 這三個女生 當時都是參加著這個舞蹈學校 所舉辦的一個活動 是 現在的舞蹈學校是Taylor Swift Taylor Swift的Theme 噢 就是可能她是 可能都是跳她的歌 是啦 可能是跳Taylor Swift的歌 那總之就是一班喜歡Taylor Swift的音樂的家長 帶小朋友去學校跳舞等等 是 那這些是在英國來說 很正常不過的一些活動 是呀 那但是呢 他為什麼會被人襲擊呢 就是據說是有一個住在Lancashat 一個叫Banks的地方的一個男生 17歲 那就突然之間 是在那個場地那裏呢 是拿把刀出來 然後就見人就捅了 那其中呢 有兩名傷者呢 是成年人 是家長來的 那他們之所以受傷呢 就是為了要保護那些小朋友 是啦 那最後呢 是總共有13個人 是因為這件事而受傷和死亡 那死亡有三個了 其餘那10個呢 就是受傷了 那也都有6個呢 仍然是危台當中的 是 那所以 這件事呢 引起全英國高度的關注了 那 昨天有過千人 是舉行一個燭光集會 是 那就是去悼念這三個死亡者 那另外呢 也都警方是拘捕了這個17歲的少年 捉了的 捉了的 當場就捉了了 那這個17歲的少年呢 他的背景呢 就是有少少特別的 首先呢 他的家庭呢 就不是英國長大的家庭 他家庭呢 是來自於盧旺達的 那就是一些新移民 那但是他不是 最近這幾年來的那種新移民 他都來了有十年八載的那種新移民 那他家庭呢 就據報導稱 有三個小朋友的 是 那這些資料呢 不是很多傳媒有說的 就是要 是零散 在不同的新聞報導裏面 要集合的 要集合的 我不是很明白的 英國講新聞呢 總是斷絕和重 一絕一絕的 是 就是你看一份報導 你是完全知不到整個全面的 是 Anyway 那這個家庭呢 根據報導呢 就來自於盧旺達 那但是呢 他這一個斬仁的少年呢 十七歲嘛 嗯 他是這一家人 那三兄弟姊妹裏面 排名最小的那個 是 就是基本上他是 在英國土生土長的了 是 就算他的家人 是來自於 另一個國家都好 但是他自己本人呢 應該就是在英國 是第二代來的 在這裏 你可以這樣說 就是他可能 只有幾歲大的少年 被家人帶來 是 那其實你 不會有分別 就是董事以來 都在這裏 是啊 自董事以來已經在英國的 那他本身呢 一開始就不是住在 Liverpool那邊的 是 他是住在Cardiff的 他整家人都住在Cardiff的 那根據他Cardiff的鄰居呢 就說呢 他們是 都ok nice的 但是呢 就沒有什麼兩句 就是不是說那些特別友善 或者跟你聊得很近的那種 因為很少 很少機會溝通 他父母呢都忙著要賺錢的 就是不是說 就是很富裕的家庭 但是呢 沒多久之後呢 就是那幾年呢 他們就搬了上去 在Lancashire的Banks那裡住 那我剛才查了地圖呢 Lancashire的Banks呢 其實距離Liverpool的Southport那個 那個 湯 是大概十幾二十個mile左右 就是不是很遠的 那當時他怎樣去這個地方呢 他是搭的士去的 即是他特意去那裡的 是的 他在一個叫one call 他的目的就是去那裡 他在一個one call的一個 網上訂的士的程式裡面呢 就叫了一輛的士 然後呢 就去到這個事發現場 是 那他在事發現場 沒有多遠呢 他就停車 就下車了 當時的士司機呢 就是說他不肯付錢 那他就跟人吵架 然後有路人見到呢 亦都試圖 試圖 阻止他不給錢 即是不給錢的行為 那他就很兇的問 What can you do about you 那說事遲那事快 他就衝了去 這個事發場地 就開始斬人了 這個根據報道所說 現在目前是未知道 是什麼原因 那個動機是什麼 那個動機是什麼 但是 但是他在事發前呢 是曾經有跟人爭執過的 是 而呢 最吊鬼的地方是 據某一間報館稱 這個 這個少年 call的那一間的士公司 是他老爸做的那間的士公司來的 即他call的那一間的士公司 譬如當你是 不知道什麼的士公司那樣 是 他call的那間公司 就是他老爸做的那間 即他老爸是 在那間的士公司做的 ok 然後就搭霸王車 是 然後就去那個士發現場 還有呢 根據他的鄰居所稱 無論是他現在住的 還是他以前在卡迪的鄰居都說 他是一個很內向的小朋友 是 就是當時是 是 不出聲的那些 是 說的是 住了幾年都沒有跟他說到三句話的 哦 然後呢 他非常之 黏著媽媽那些 就是要跟著媽媽那些 是 是 媽媽去哪裡他就去哪裡 是 是 很黏著家人的 貼身高藥 很貼身高藥來的 那 不明白為什麼他會有這樣的行為 是 另外呢 在他們搬了上去Banks 那個地方住的時間呢 嗯 他的鄰居說呢 在三年裏面 只是見過他兩次出街 就是平時根本完全不出街的 是 是 可能是窄在家裡 就是可以數到他出去的次數 是啊 少到這樣的 就是 鄰居撞見你 你只有兩三次 是 那不一定是真的只有兩三次 可能是你見不到他的時間 但是正常一個十多歲的 都每天都出街的 怎麼會常常在家裡 尤其是現在暑假 就是七月幾八月的時間 天氣又好 這個是有些反常的行為 是 那另外呢 就是這個男生呢 他在事發前呢 現在暫時是沒有人知道他任何的動機 是 那警方拘捕了他之後呢 就說呢 這件事跟恐怖襲擊是無關的 但是呢 現在沒有人知道 究竟他為什麼要去襲擊這幫女生 還有 他最奇怪的地方是 他特意乘坐的士 坐十幾個mile 以外的地方 去這裏 他是明知道那裡有一個活動 還是他是隨便乘坐車爭執 剛好那裡有一個活動出現呢 這個也是暫時我們不知道 因為沒有公佈他的名字 因為他還未成年 是 也沒有公佈他的動機 沒有公佈任何調查的細節 我知道你的意思是 是因為他的爭執而令到他有去殺人的動機 這個動機一定是他本身去那裏殺人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那件事是 是計劃出來的 還是他 就是他那裏的目的是什麼 本身可能他是想去一個地方 但是可能他還未去到他的目的地 他已經要下車了 或者要跟人爭執了 但是他戴了刀在身 就是他是不是也打算去行兇的 你不知道他在哪裏行兇的 這個難說 因為呢 英國都頗多一些青少年 是有隨身帶刀的習慣 就是你不肯定他會不會是 跟了一些某一些的鏡 就是可能進了一些黨 同黨 那可能每個入會都要拿著把東西 是 又或者可能他那個 有一個可能性是什麼呢 就是據我所知 很多那些同黨 或者那些鏡 那他要你入會 那你要做些事情 有一些條件 哦 有些表示 是的 表示你中心 那你就要夠僵去做一件犯法的事 是 而那件事可以是一件很隨便的事 是啊 可以隨機 是的 你做到的話 那你就可以入會了 那但是我覺得 如果他是在一個室外的場地的話 嗯 那你還有機會是 Randomly 見到 而Randomly 突然想去做這件事 是啊 就是GTA style 是 但是如果你說他是室內進行 或者半室內進行的 是 因為他是一個武道學校的活動 是 我的感覺上應該是室內進行 是啊 是啊 但是 但是他是一個六至十一歲才會參加的一個活動 嗯 一個住在十四五個公里以外的一個十七歲青年 是 而且他是盧旺達來的家庭 就是個 其實 這個族群都 不一樣 不一樣 就是跟中二Taylor Swift那些 年齡又不一樣 是的 年齡 興趣 住的地方 就是根本不應該在他的 radar上 是沒有任何一件事 沒有任何一件事是有關聯的 是啊 如果他是室內活動 就是當時是完全室內的活動 嗯 那就更加瘋了 因為他怎樣找到這個活動呢 是啊 因為經過上網 或者是做一些資料搜集才找到 是啊 問題在於 因為這些武道學校 他不是一些大型的武道學校 是啊 通常他 一般 尤其是在這些小小小 他都是以 local社區宣傳 是啊 就是靠 口碑 是啊 Whatsapp 給你連結 大家Instagram 或者這個媽媽就介紹那個媽媽 那個介紹那個媽媽 叫媽媽 你的女兒在學校 有參加這個活動 是那些活動來的 我又想去 然後大家 不如一起都報名 這樣的情況下 你才會有機會接觸 這個17歲的人 這個年輕人 有什麼機會去接觸到這個活動 我覺得這部分 已經是非常匪夷所思 第二就是 他那個殺人的模式 因為他是很快速的 其實就好像 入美國的校園槍擊案那樣 是 就是他隨便拿把槍去掃射 是 但問題是 通常那類型的槍擊案 有很大機會 某程度上 有很多案件的例子 就是那個人 本身可能在那個學校 受到欺凌 是 又或者 怎樣都跟那個學校的人 是有些關聯的 至少是去過區的學校 或者是認識人 在那個學校那裡 是 但是一個17歲 來自勞旺大家庭的年輕人 他怎樣有機會會認識到 6至11歲的小妹妹 參加的一個舞蹈班呢 這件事是大纜都扯不起來的 就是現在我不知道 英國警方的調查方向是怎樣 但是 就這樣看表面證供 是這個 這樣的 attack 是 random到 不可以再 random 如果你說他是 random 但是他是室內的 那他就是有 plan 他不是 random 但是那個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覺得是很匪夷所思的 這件事 還有你說如果是那些 gang member 要求他要做一件事 而令到他可以入會 你會不會去找一個這樣的舞蹈學校 裡面找些妹妹去作為一個目標 就是 很不合乎邏輯 就算我是叫你入會 都沒有理由是一件這樣的事 可能會是什麼呢 可能 就是斷鼓 你隨街 找一個人去捅他一刀 就是有發生過的事是這樣 沒有理由叫你 你去搭十五個貓以外 找一間舞蹈學校 裡面有一些 六至十一歲的小妹妹 你去捉她 那樣 很不合邏輯 還有其實 就是過往這幾年裡面 這些刀仔案 是真的非常之多 基本上是 每一個禮拜你都會聽到 甚至有時隔兩天 那你就有一單 而且呢 也都有 越來越離譜的現象出現 就是 現在是 randomly 找了一班幾歲的小妹妹 就是他們不是 他們不是那些 黑幫仇殺 就是很多時候 你聽到說 有那些刀仔案 你會看到 咦 可能那個 受害人 是跟那些人 是有關連的 就是他們是因為一些 一些 可能一些交易出現問題 有什麼仇恨 而導致他們互相 去劈對方 那 那 那些呢 你都可以說 我不是屬於 他那個群組裡面的人 我遠離那些人 是啊 那我的危險性 就大大降低 是啊 現在不是喔 現在是我 送個兒子或者女兒 去跳舞學校 選期活動 都會出現一個這樣的問題 那你政府 沒得不正視這件事 是啊 但我最失望的地方 就是工黨 口口聲聲說 保守黨14年來 什麼都沒有做過 但是你上台之後 你除了那些加稅之外 每天都說 但是 對於治安的整頓 你有沒有做過任何事情呢 就是刀仔案這些 你怎樣去防止它呢 不是在你的政綱 說我要防止 Antisocial 他只是說 Antisocial Behaviour 現在我最大的問題 不是Antisocial Behaviour 現在是刀仔案 你怎樣去防止刀仔案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工黨不肯說呢 為什麼 就是因為如果要防止刀仔案的話 現在唯一一個方法 就是Stop and Search 就是要防止人家 帶那把刀出來 他不是被你手都沒有氣 他怎樣去防止他 去拿刀出去 你只有Stop and Search是有效 但是Stop and Search 就是有侵犯人權的 一個壞形象 就令到有很多人覺得 你是有Stop and Search 不是有Stop and Search 就會令到很多人覺得 你被Profile Racial Profile 歧視他 是的 歧視你這樣 因為你膚色不同 或者看上去的樣子 我便要Stop and Search 明白嗎 我可能只是買一顆波板糖 但是 某程度上我同意的 但是 現在的問題是 真是天天在攀升 那我寧願給他搜尋 我寧願給他搜尋 如果可以少一點刀的話 我寧願給他搜尋 因為也有案例 是警察會Stop and Search 十歲 十一歲 那些 父母 就出來投訴 我兒子只有十歲 十一歲 你都去Stop and Search 他 但問題在於 其實 政府有沒有清晰地向市民講解 你Stop and Search的時候 那個Requirement是甚麼 警察的指引是甚麼 我覺得這方面的教育 是需要多一點 因為不是說 他十歲 十一歲 他就不應該Stop and Search 因為你看到 現在是個十七歲 那他都未成年了 他拿著把刀出去 砍了十幾個 那你是不是說 他因為他十七歲 我太小了 他根本不會有可能 是大把刀出去的 你沒有理由 Stop and Search 那是不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就甚麼都不做 然後就導致到 現在這樣的悲劇再發生 有時你是要在中間 要拿一個平衡點 那他事實上的確 是不斷在攀升的數字 那你都要有方法去解決它 我看到工黨有另一個Policy 建多一些社區中心 令到他們轉移他們的Focus 下去一些有益新生活動 某程度上我同意的 但問題是 你這件事是無助於解決 我們現在發生的問題 你要多久的時間 你才能建一些社區中心 多久的時間 你才能轉移到他們的Focus 下去一些有益新生的活動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他們背後 很多可能這些年輕人 是誤入歧途 加入了一些不法的組織 那你如果不去有效打擊這些非法組織的話 那他們只會繼續加入 我可以同時參加有益新生的活動 而at the same time 我都同時間在做這些事情 都可以的 是嗎 絕對會 絕對也有可能 是嗎 因為你說有錢賺 或者有些什麼 威風 你這個有益新生的活動 是不會帶給我金錢的利益 還有會令我很威風 是的 即是你要了解他們 背後做這件事的動機是什麼 當然我不知道這次的動機是什麼 但是 但是 你要解決這些問題的話 你加強個巡邏 加強個執法 那這個也都是 某部分 上是 at least可以 控制現在的情況 嗯 還有一件事 其實很多人都在投訴的 就是 那些俗稱 那些有鋸齒的 可以 那麼長 那麼大把的刀 你知不知道 現在其實是 網上合法是可以買到的 真的嗎 而是不需要牌照的 合法是可以買到的 我都上網看過 是有很多 那價錢是怎樣的 價錢十幾二十磅有一把 這麼便宜 貴至八幾二百幾百磅都有 不同款式 你都可以買到的 為什麼 不按了它呢 已經說了很多年了 按了它是否有這麼大問題 你煙都可以按了 你Somber knife 為什麼不可以按 其實沒什麼作用的 除了是那個 如果它只是拿刀刀出街的話 我相信那個殺傷力就沒那麼大 是的 還有你可以 你可以說 我可以用Kitchen knife 也可以用Sashimi knife 也可以用Sashimi knife 都很尖的 是 但是你少了一個途徑 給它們買一些 十幾寸長的刀 有型的那些 你怎麼都有少少作用 我覺得 因為其實每一次看新聞 看到這些消息 是很猛的 因為 你看到報道 往往都是集中於 那些家長有多麼心痛 集中去Focus 那些 那些 受害的傷者 Victim 或者死者 他們生前是怎麼樣 優秀 講很多他們的背景 然後很多人去悼念 他們有紀念叉 送花 那又如何呢 你說完 是的 我知道很心痛 大家都很心痛 但問題是 你說完之後 就好像那件事情 就完結了 你報道完 不用跟進 後面好像沒有東西要解決 直到過多幾個星期 又出現類似的事情 大家又重頭來過 你一上新聞看 每一次都是這樣的 這個是令到你很猛的地方 因為我自己都有小朋友 很多家長都有小朋友 那你 我怎樣避免這件事發生 我帶他去一個暑期活動班 然後你說裡面有老師 然後有家長 家長也在 你還有什麼安全措施可以做 去防止這些事情發生 沒有的 但是 看著他進來 進來斬你 你根本就不會有這個想法 你帶個小朋友去上課 可能每個星期都做同一樣的事情 只不過是這個星期 是一個特別的workshop 是啊 好像我每個星期都會帶個兒子去踢球 踢球的場很大的 什麼人都可以進去的 難道我不帶他去是因為我覺得有這個危險嗎 你很難去衡量 你帶不帶你的小朋友去 但問題是你政府沒有做任何事情 去 reassure人 是啊 去加強那個執法 或者去加強令到我會覺得放心的任何措施 現在的問題是 就是我猛不猛在這個位置 好了 Anyway 我們要講講第二單新聞 第二單新聞就是關於這個財政司 Rachel Reeves 她就 Promise 了星期一會公佈這個 20個billion的黑洞 究竟是要什麼來的 200億的大發現 究竟我們為什麼會沒有了200億呢 從哪裡來的呢 根據她所說 這個完全是前朝的責任 她就說 這200億就是最近這個OBR 剛剛 上個星期才出爐的最新數字 之前我們是完全不知道的 那total呢 為什麼會有200億呢 其實現在不是200億 而是220億英鎊 22個billion pound 那為什麼會是22個billion pound呢 她是怎樣計算這個數字 首先 因為以我們之前所認知 就是 我們有40個billion的財政黑洞 但是現在是減少到只有20 那究竟我們是減少了還是增加了呢 這個就是 就是各有各說的說法 就是在保守黨的角度來講 其實我們是減少了的 在工黨的角度來講 我們是增加了的 Glass is half full 是啦 那她說怎樣計算出來呢 這個更加不可思議 那就是呢 其實呢 這個財政年度 24至25年呢 政府是預計了 有35.3個billion 353億英鎊 是有over spend的可能性的 就是超支 超支 超額 超額了一個budget 353億 那這353億的超額呢 要減除了一些東西才會變成220億的 嗯 就是要減除了163億英鎊的這個儲備 還有呢 有機會有些project呢 是under spend的 就是如果你預計了它是要1億才起好某一件事 原來到其實半億已經搞定 你就節省了半億 是 是 但是你不會算下去 你開頭estimate的那個數字 是啊 那所以開頭estimate的那個數字呢 就是超額了 嗯 但是它最後可能有些project呢 是under spend 就是 低過 這個預期而完成的 是 那麼那個total呢 計算一下儲備呢 就是163億 35.3 353 353 減163 就大概是 290億左右 嗯 那另外呢 還有29億英鎊呢 就是OBR一早已經計算了 是會不夠的 就是短缺了的 就有29億 加上剛才所說的190億 剛剛好呢 就是這個219億 那齊頭呢 就220億了 那這個呢 就是Rachel Reeves 所說 說我們 不見了的錢的財政黑洞 但是呢 要留意呢 它所有的數字呢 都是assumption來的 是presume 就是預計 我們今年的財政年度 是二四、二五年嘛 我們還未到二五年 嗯 那你怎麼知道我們一定會 超支 353億呢 是啊 你又怎麼知道我們一定會 有一個reserve 或者under spend 是163億呢 嗯 你只有唯一知道的就是 那個short for 就是那個缺口 就是那個 那個短缺了的資金呢 就是29億 你認為那29億是本身 已經不存在 在那個budget裡面了 那所以 他說 保守黨 令到我們 沒有了220億 就是有個這樣的黑洞呢 其實這個呢 不是一個實數來的 這個是一個 估計的數字來的 但是呢 各大傳媒呢 就用了一些非常之 誇張的字眼去形容 今次的這個 這個財政司的公佈呢 就說 我英國呢 就已經是破產了 變成一個破產的國家 因為呢 因為呢 我們那個平均的GDP to Debt的Ratio呢 嗯 已經去到98點幾個Percent 但是我上網查過了 如果你說 我們的GDP to Debt的Ratio 如果去到98點幾個Percent 就等於 英國破產的話呢 嗯 其實就有很多國家都破產的 因為 以全球的Debt to GDP的Ratio來計 日本是排第一 二百六十幾個Percent 新加坡都在頭十位 一百六十八個Percent 法國也都在英國之上 一百一十一個Percent 哇 英國呢 在全球來講呢 是排第二十二的 而上面呢 有很多的發達國家 譬如是意大利等等 那所以 我覺得 如果你說 就這樣看 我們的負債 就已經是等於 這個 英國國家要破產了 那我覺得這個 絕對不是一個 真實的情況 因為有很多國家呢 要快過我們破產 美國也都是在英國之上 也都是百幾個Percent 遠遠拋離我們很多 那當然啦 你說歐洲有沒有一些國家的 Debt to GDPRatio 健康我們呢 有的 譬如德國這樣 六十六個Percent 比我們好些 但是問題就在意 英國呢 對外的負債呢 是說 二點幾個Trillion 我不知道中文翻譯是什麼 總之就是一個天文數字 相對之下 你多了二十二個Billion 那其實 是不是真的很多呢 那條數 第一件事 在這個 整個國家的負債 裡面來講 這個二十二個Billion 其實是冰山一國來的 第二就是 現在呢 Rachel Reeves 要告訴我們 的訊息 為什麼她要 營造到 好像說我們的國家要破產 這個感覺呢 其實就是 要設定 保守黨試錄架 就要告訴大家 保守黨 令到我們國家破產 所以怎樣呢 所以就是 後面的二三四五部曲 就是我們呢 不排除秋季要加稅 這個是第一件 她有說到的 第二件事 是什麼呢 我們現在要緊縮了 我們呢 要收回我們之前 說過可以做到的 spending 然後呢 我們有某些的承諾 我們現在不好意思 做不到了 喂 我真的想知道 你是因為看完這份報告 而你知道你自己做不到 因為呢 你見不見 最吊詭的一個地方是什麼 就是呢 和保守黨 其他 我記得好像是 彭代令 Penny Moderna 是啊 他們在那個辯論裏面呢 多次提到 說這個工黨呢 是一定會加你稅的 是啊 第二呢 就是還提了一個實數 Exactly 我已經忘記了一個數字 2000 每個家庭要平均加2000磅 是啊 over 4 years over 5 years 他沒有說over幾年的 但是總之呢 你會平均要多2000磅 加多2000磅稅的 他為什麼說到一個這麼實在的數字 然後 工黨是沒有正面否認過這件事 沒有 從頭到尾都沒有否認 只有傳媒 在旁邊支持工黨的傳媒 就是說 保守黨講大話 我們fact check 過沒有這件事 完全是指虛烏有的 那是憑匈烈做的 但是那為什麼工黨不出來說你是講大話 我們沒有想過做這件事 是啊 他從來都沒有正面去反駁這一個點 是啊 二千磅沒想過要這樣加稅 他說不出 是啊 現在他上台 沒有一百日 30日 早 那他已經是出來 Exactly 就是講了保守黨 在辯論裏面 預言的事情 那很明顯 其實工黨是一早知道 是這件事會發生 是啊 而且是他們有計劃地鋪排這件事的 目的就是要誤導我們 那他說為什麼他要誤導我們呢 他的好處在哪裏呢 其實他的好處已經溶了 因為他在競選的時間 他不會講這些東西出來的 是啊 但是他又要 promise 我們會 spend 到這些錢去做這些東西 去做這些東西 同時之間呢 我們又不會加這些稅益 都不會加這些錢 都不會加這些錢 但是我們當時最大的問題就是 那你錢究竟從哪裏來呢 是啊 是不是就是這個non-dom status取消 還有加這個私立學校VAT 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呢 他當時說是 答案現在就知道 原來是不行的 就是他是over promise 你一個競選的時間 他over promise你一大堆東西 然後他deliver不了 他知道自己deliver不了 那他怎麼做呢 他就是將那個責任 推到保守黨那裏 是啊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剛剛才發現 他們那時候呢 就理財不善 不斷 先用未來錢 不斷用 所以對不起了 沒有辦法了 我們本身答應了大家的議器 現在做不了了 就是這樣 是啊 他基本上選到就馬上翻台了 已經 那好了 現在他的 promise over了 那現在他怎樣去削減 那些什麼 去令到我們沒有了這個220億的財政黑洞呢 首先呢 他是會有一些部門的預算削減的 其中包括呢 大部分的這個行政部門呢 將會有2%的這個預算削減 另外呢 就是一些pensioners 譬如一些退休金領取的人士呢 他們本身是有一個冬季的燃油補貼 譬如他們那些暖氣啊 各樣東西呢 Winterview的一個rebait 給他們 那現在呢 就說不好意思了 那所有拿這個退休金福利的人士呢 就不會再有這個這樣的額外的一個補貼 那就會在那裡省回一個15億這樣說的 那另外呢 就是一個奴旺達計劃 就會廢除了他 那然後就重新去開始處理這些被護申請 那這個我們之前已經講過了 其實就是變相 就是叫他們繼續來的 就是可以快速處理完你申請 只要他不是要這個asylum sequence 變成了另一個status呢 那件事就不存在了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工黨對於這個奴旺達計劃裡面 剩下的那幫尋求被護 尋求難民的status的人士的安排 那跟著呢 就是這個取消呢 一個護理上限的計劃 什麼護理上限呢 本身呢 就在2023年秋季呢 就已經打算推出的 但是後來呢 就推遲了兩年去到2025年 那就是不會推出 是 那本身呢這個計劃呢 就是如果譬如你一個人呢 他就有一些personal care的需要 譬如你的輪椅啊 呼吸機啊 或者是要護理護路 那各樣東西呢 那他定一個限制給你 就是你自己 不會花超過八萬六千英鎊 突出的那些呢 就政府包底 那樣 但是呢這個就不會發生了 就是本身 promise 了 那這樣的話呢 就每一年呢 就省回三千萬英鎊 那到下一年呢 甚至乎可以省到十一億英鎊 跟著再來呢 就是一些道路計劃會被取消 譬如就是什麼呢 譬如在Stonehenge那裡 下面呢 會有一條兩個mile的隧道 建出來就連接著另外一條A路 那等你可以經過隧道去到Stonehenge 那條呢 就是現在被譽為一條 沒有拿用的道路計劃 那所以他就剪掉了 那另外呢 也都有一些本身是 舊的 棄置了的一些廢棄舊鐵路呢 本身想再重新將它裝修回 是 可以變成一條可以通車的鐵路 那那些呢 都不會再有了 那這些呢 就是什麼事呢 這些就是呢 保守黨說取消HS-II之後 說會用那些省了來的錢呢 就拿下去 收復一些舊的鐵路 是啊 現在工黨呢就說 我們舊的鐵路都全部剪掉了 那如果大家有記憶的話呢 當年工黨呢 即不是當年是去年 工黨在罵保守黨 剪掉HS-II的時間呢 他就說 喂 我們呢 我們現在暫時都未必會 起HS-II 但是呢 我們都會是去 將那些資金 省下來的 其實幾個禮拜前都說過 將它呢 放在鐵路那裏 擴大那個運輸 運輸線 放很多去不同的城市裏面 去修復回舊的鐵路 但是那一星期他就說這些 是啊 只是一個禮拜之後呢 那所有東西呢 都不再是一個Promise 那根據Rachel Ries說呢 這樣做了之後呢 就每年可以為英國呢 省回55億 甚至乎 下年呢 可以省到80億的 那過幾年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補回這220億的 220億的 財政黑洞的支出 是 但問題呢 你看到呢 其實幾件事裏面呢 其中有2件事呢 都是關乎那些弱勢社群 譬如是 退休人士的一些福利 是 還有就是這個 個人護理 需要個人護理的一些弱勢社群 是 他們的支出呢 就變成了無上限 是 那其實這些政策呢 都其實不應該是由工黨推出的 照道理上 工黨應該是會提出 退休人士的福利 是 給多一些 是 給多一些 是 給多了 然後這個個人護理那些 你都會去支持 support這些弱勢社群 那另外就是 你政府部門 也都不會應該這樣 而削減行政的開支 那很明顯 Rachel Reeves做的事情 其實是 不是很工黨的 還有為什麼 它是削減這些人的福利呢 原因就是 他們代表的聲音小 哦 你明白嗎 即是動了它 都沒有人會 退休人士 那它的勢力都是弱的 是 還有他們年紀大了 那它可能很快就 不在人世都不出奇 就是對於它下屆大選 這班不是主力 哦 那就可以削減咯 那其實你看到 它是很有動機性的 是 因為它們在社會上面 那個聲音和勢力是最弱的 反之呢 它在哪些地方呢 它就是 想多一些的支持呢 譬如在這個NHS的staff那裏 那它是加了5.5%的人工 哇 這個over了 那個inflation的那個 inflation rate 就是高過通脹那樣加 另外呢 Junior Doctor那裏呢 它們要求38%的加薪 是啊 那但是新衛城就 就比不出這個數字 是啊 都是說的是個位數字的加幅 現在還沒得到 Rachel Reeves呢 就承諾了22%的加薪 哇 那你見到 其實它是集中火力 去一班主力的勞動階層的 嗯 那我不是說它錯 不過它做的事情是非常非常之有目的性的 如果你說工黨就是為人民服務 為弱勢社群發聲的話呢 那我在它現在這個財政的安排裡面呢 就看不出它有這個這樣的目標了 那但是呢 話分兩頭都要忠肯一點說的 就是NHS的staff加薪呢 那我覺得是應該的 就是5.5%呢 也都不算說是特別高 那當然啦 你說政府是給不給得起這筆錢呢 那就另外一回事啦 嗯 第二就是Junior Doctor呢 那雖然它們要求的30幾%加薪呢 近乎不可能 那但是現在它撕到一個22% 那其實其中一個主要目的呢 就是第一 要留住那幫醫生啦 不要給那些schedule再延遲啦 那些手術啊 或者appointment啊 因為我相信如果那幫醫生走了 然後你要重申過一批 然後你有那麼多手術 和appointment延遲的話呢 你的經濟損失是會遠遠超過那22%的 那而且呢 它也是可以防止它再次有大規模的工業行動 因為它一旦是有大規模罷工的話呢 那你對社會經濟後果呢 也都是不堪設上的 嗯 所以某程度上 如果你將它兩樣東西拆開來看的話呢 是 那我覺得加它們的工資是對的 對的 但是問題就在於你同期間 執行了一個削減小市民的福利 就是一些弱勢社群的福利 但是你就在那邊呢 放在另外一邊 是啦 很高薪地 就是很高percentage 去加了滿足了它們的requirement 那相對之下呢 就好像形成了一個很強烈的對比 Anyway 那今集呢 有一點點over time 所以我們先講到這裡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意見呢 歡迎到在comment section留言告訴我們 那如果大家喜歡看我們的節目呢 記得要like share subscribe 按一下鐘仔 那就知道我們下次什麼時候出片了 下集再跟大家見啦 拜拜